現在大選呢進入到備戰狀態 那麼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肖美琴現在扮演的超強母親 那麼今天中午的時候呢 是來到這個戲子 來幫這個立委這個賴品瑜來輔選 那麼呢也希望呢 自由他的一個身世來拉臺賴品瑜呢 這個整個整個氣勢 那麼在今天中午的時候呢 是特別來到這個新住民的這個餐廳 來共享美食 那麼提到這個過去呢 在美國這三年的時間 那麼肖美琴他自己也說了 那麼回到台灣之後 也相當懷念台灣美食 先帶你起來聽 那美琴姐喜歡吃香菜嗎 喜歡 太好了 我沒吃香菜派 我很怕她剛說不喜歡 那我想想 你火鍋放芋頭嗎 蛤 你火鍋加芋頭嗎 可以啊 可以 那我喜歡 芋頭 芋頭還不錯啊 好那麼你看到呢 在小美琴在品嘗這個越南的美食 那麼一口接著一口 那麼他自己也爆料說 自己事實上呢 在這個美國之後呢 除了懷念這個台灣的小吃之外呢 現在回來之後呢 希望有機會也嘗嘗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美食 那麼現在外界會關注接下來 副手的部分是不是要來開始來辯論 那麼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就說 他自己願意辯論 但是呢 這一個包含的這吳欣穎 還有蕭美琴呢 他們是不願意辯論 不過呢 今天蕭美琴被問到 他說呢現在目前還沒有受到辯論的一個邀請 不過看起來他還是說呢 這種整個辯論是應該放在總統的一個身上 好可以目前看起來 這上面請來浮旋小雞似乎也是要來拉抬 不管是他或者是小雞的身世 我會想要去死了 我會想要去死了 那麽有被死了 谢谢大家